继续来看到是台中这一名灵性女子 她长期失业在家 看到了工厂外头堆满铁材 那么找来了从事资源回收的王姓富 然而就这样的趁着呢 在半夜时刻下手行窃 这两名身形瘦弱的女子 是一口气的搬走了200多公斤重的铁材 那么最后因为声响过大 被老板发现跑出来查看 却是反而被灵性女子责骂 就是这名身形瘦弱的灵性女子 凌晨三点多摸黑下手行窃工厂铁材 没想到石峰被逮了 灵性女子却怒向老板 是她没把铁材放好 引人犯罪 仔细看王姓富人的机车 后头追满的瓶瓶罐罐 脚踏垫上则放着偷来的铁材 两名瘦弱女子就这么搬哪搬 一口气搬走了200多公斤的铁材 工厂老板看了也是不敢置信 老板根本就不晓得怎么说 她都放在我家里面 那个工厂里面的 不是放在 不是像那个窃嫌说的 放在外面啊 她就 就是这个窃嫌 她自己 她 那她随便讲的 这名行径嚣张的灵性女子 今年26岁 失业在家 过去有毒品 卫照文书等前科 犯案累累 这匹200公斤重的铁材 市价将近6000元 灵性女子看准了工厂半夜 无人看管 找来从事资源回收的王姓富人 帮忙偷窃 这次失封被逮 还唱老板没犯好 让老板气得不得了 大骂小偷 真的是太可恶了 中间新闻年员兵 台中采访报道 中间新闻年员兵